现在固然所看到的是百年的机遇 所以无论你的成长 你的结构 你的分配 都在蒸蒸日上不断发展 但同时也在面对了百年的变局 这个中间最重要的 还是美国把中国界定为 首要的竞争对手 甚至呢 他时常最近用的都是 首要的敌手 那么在作为首要的竞争对手 跟敌手的这个时候 就是你必须要有安全保障的底气 才能够保障发展的格局 所以国家的安全 变成一个核心的药物 习近平先生这次提到了 平安中国 我认为是非常非常苦口婆心 因为他不愿意讲很重的话 但是平安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那在这平安中国的前提之下 他的内循环跟内需 包括了全要素的生产 包括他现在要去让社会稳定的 全过程民主 整个法治的改变 他都需要把它夯实了以后 同时还要开放给其他的发展中国家 成为大家共同的发展机遇 这才是人类生命的共同体 因此你可以看到 最近他们访问了不少国外的领袖 他们就会说 在中国大陆去协助他们所建设的东西 还有在中国大陆的脱贫的这些经验 正是他们所希望能够借进的 那么这整个的一套新的理论 就跟过去由美国主导的霸权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未来真正的会是在军事跟经济的实力之上 用这种安全格局 保障发展格局的态度 去扩大对于秩序的主导 跟军事的稳定中间的主导权 因此我们这次真的是看到 他在面对这个百年变局的时候 是居安思维的 是非常谨慎小心的 是在发展安全跟主导权中间 尽量的取得平衡 而使得中国大陆的这种成长发展的机遇 是让更多人所共享 甚至呢 他的社会治理的这个新的体系 他一直说是中国特色 那这个社会治理的新的体系呢 也可以成为一个 大家共同发展的共同体 这才会是真正的安全 只有少数人的安全不是安全 要大家都安全了 才叫安全 这是我们在新冠疫情的时候 已经学会的教训 但是美国在新冠疫情的时候 就没有学会 买了非常多疫苗 但是被其他国家说 我们都没有疫苗 那说到了这个中国大陆的一个崛起 现在越来越有底气 所以呢 美国不断的这个对于中国大陆打压 或者是拿台湾牌等等的 然后搞得说 中国大陆这边也不怕你打压 而且呢 习近平主席也没有一定要跟你拜登见面啊 来看看两个 因为呢 Politico特别说 这个实现了习拜会是拜登政府努力的目标 但是熟知会面的外交人士表示 习拜会可能还没有落实 因为中国大陆觉得说 你每天都在捅我啊 一下这个晶片来了 台湾也来了 这相关议题都来了 所以不太可能 也不见得说一定要跟你见面 好那再来看到呢 大陆的外交部副部长谢峰也说 孟晚舟就是因为中国大陆崛起被拘押 也是因为中国大陆崛起而获释 意思就是呢 他提到说怎么样解救孟晚舟呢 第一个就是无罪释放孟晚舟 是写入中国大陆给美国的清单 纠正清单 重点清单通通都是孟晚舟 然后习主席呢跟拜登讲话 就也在提到孟晚舟 最后孟晚舟才会歌唱祖国 回到了中国大陆 另外呢美国在这个时候 你看每天都在捅中国大陆嘛 点名中俄是首要挑战 那当然是中国大陆才是 因为拜登首份的国家安全战略 列出三大目标 当然就讲到说地缘政治竞争 要形塑未来的样貌 而且点名中国大陆说 他是一个不自由愿景 还说未来十年是关键 这个十年不能输给中国大陆 我认为拜登跟习近平见面 没有什么意义啦 是对没有帮助那干嘛见面 我因为11月8号选完嘛 那目前所有的预测 众议院民主党应该是输了啦 那拜登在那种情况之下 你11月15就要见面 你只有一个礼拜 而且我认为二十大开完 中国大陆不可能对美国这一波 对人工智能的制裁 不做反制不可能啦 因为这个规模太大了 规模太大了 而且我听说这个只是第一步 后面可能连PCB都包括在内 那就是没完没了了啦 所以如果中国没有做众手回击 美国就是步步进逼 那中国大陆就要去想清楚 它要回击什么 因为这个就是说 美国用高阶的科技 你做不出来了我来弄你 可是中国已经有很多成熟的科技 在世界上占有很大的比重 那我如果不卖米 你也会很痛苦啊 那它要不要用这种方式来回击 例如有什么 这太多了啦 我随便举例啊 那个防疫的时候 你要不要买口罩 对那才求中国大陆了 抗生素的原料 你要不要跟我买啊 OK 我就是说有很多成熟制成的科技啦 事实上中国都是全世界最大的生产者嘛 那你当然如果就高阶的科技 中国当然有很多是受制于美国啦 尤其是半导体 那非常明显嘛 那半导体它是步步进逼嘛 现在图形晶片也进来了嘛 而且是内含图形晶片的各种装置 也包括在内 所以我听说连那个云端也受到极大的冲击啦 因为伺服器也不能卖 所以你去想一想那个冲击的规模啦 我认为如果中方没有做相当重手的回击啊 那美国商务部那个BIS啊 那个人根本就是国防部来的啦 雷梦多 不是雷梦多 另外一个 BIS的主管 BIS那个主管在国防部待了25年 那个人根本没有市场概念 他完全是国安思考 以前那个 那个我们讲那个瓦森纳协议啦 或者对共产主义国家的制裁 他都是参与的 所以如果 中国大陆没有让美国知道 这个对市场影响之大 那连美国都会严重受伤 那他就是继续用国防跟国安的思考 那就是天下大乱啊 而且都是美国在出手 所以我觉得 事实上美国企业就是中国大陆最好的伙伴 美国企业一定要让他痛 然后美国政府才会痛 因为他那个体制就是这样 不然现在拜登 因为拜登基本上已经进入老糊涂阶段 我也不认为他有能力判断 那只有这个很大的一个市场上的冲击啦 他才会有感受到 就跟特拉斯一样嘛 英国那个首相特拉斯他懂个什么 他好扯啊 如果不是保守党 股票大跌 债券市场大跌 然后保守党的人威胁说要政变 你以为他会退步啊 他才不会让步了 所以这种人没什么话好讲嘛 就是用实力对实力 我认为对美国也是如此啦 中国这一次如果没有对商务部这个制裁 做出很大的回击 我认为中国一定会被步步进逼了 意思就是我们台语说 你知道步步进逼 那中国大陆现在也有底气 像亮哥说了 有一些我们也有一些包括了方式可以制裁嘛 或者是说反制裁 像是呢美国这个要跟中国大陆脱钩 这个稀土也没办法嘛 F35不是最后也放宽了吗 所以来看到呢大使你怎么看 因为呢你把这个中国大陆列为这个首要的挑战嘛 国家的安全战略 这个终于出来了 但是呢印度有杂音啊 比如说印度这个研究人瓦桑就说 你美国主要目标就是 印度要远离俄罗斯嘛 因为大家知道 这国家安全战略不是写给美国人看的 是写给盟友看的 我们美国要这么做 你要跟我们站队啊 印度说你就是逼我远离俄罗斯嘛 我们才不要这样子做呢 另外呢纽约时报也特别说 你别忘记了哦 Kissinger有说 不要把中俄同时怎么样 打成超级背靠背吧 你现在又有晶片制裁 然后呢 你现在看起来 中美真的和解的几率非常低 那更别说你有很多问题耶 包括对华关税都没解决 沙特沙烏地阿拉伯 你这些关系也都是破裂等等的 那这个时候看到 英国也来凑热闹 特拉斯你这个国家来看到 你自己那么多问题 减税的问题就 一个头两个大了 结果他现在还说 要把中国大陆定为是 英国的威胁 英国的威胁是中国大陆 以前强生的时候 把中国大陆列为是 系统性的竞争者 结果特拉斯把他变成了威胁 大许 我觉得特拉斯可以不必理他了 他那个 可能要下台吗 快下台了 他有问题啊 脑袋有问题 真的怪怪的 他以为他以为现在19世纪 他还要 还可以那个八国联军是不是 他以为他说 我把你当敌人 对不对 人家就要发抖了吗 对不对 他这个人家要说把你当敌人 你才要发抖了 对所以英国没有 他都变小六了 GDP 所以没有实力讲这种话 就是笑话 你有实力 你有底气 你讲这句话 人家就当真 你现在根本自己的位置 都不保了 英国现在 岌岌可危啊 英伦三岛 变成最后英伦一岛 你还有什么好玩的 人家要脱英啊 对啊 然后你看着好了 这些大英帝国正在瓦解中 这个大英国其实正在瓦解中 人家觉得莫名其妙了 我在加勒比海 我在非洲 为什么我国家元首是英国女王 对现在搞了查理 查理斯国王 更是个笑话 英国这个国家 所以我觉得他比当时大清帝国还不如 对大清帝国你看好 其实那个时候光绪 光绪皇帝 基本上脑袋都还很清楚的 我看了他一篇他在这个对这个 这个金斯大学堂的学生的讲话 那还是各方面的根底都很深的 不是像英国现在这个查理查理斯 这个国王 那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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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有点凶五点末了 对那个是没有办法比的 那当然就是说今天中国 美国对中国大陆的各种这种 全面开战 是不是可以把中国击垮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美国本身要不要付出代价 第三个 就是第三者愿不愿意跟美国走 这三大问题 我认为都是很关键的 第一个中国击不垮 你十年前十五年前下手的话 中国大陆可能不会垮 可是问题很多产业的发展 不会到今天的地步 美国自己去打战争 阿富汗 对啊你自己你自己那个时候反恐阿富汗 自己内部 逗得一塌糊涂的 等你回过熟来以后 这叫青州已过万全 万从山 两岸原生提不顾 青州已过万从山 过了万从山 对不起你美国你已经无能为力了 大陆早起来了 早已经起来了 所以中国大陆只是说某种程度上 我不还急而已 我要还急的话 你美国在在中国大陆企业也会受重创 我今天让你的这个 General Motor 对不对 还有你这个Buick 你叫Cadillac 这种全世界除了美国人开的车以外 没有人要开的车 在中国大陆挺受欢迎的 对 中国大陆挺受欢迎的 还让你原先不带人进来 很奇怪 你现在在台湾 我昨天在 我前两天在街上看到一台凯迪拉克 很少 我眼睛都掉下来了 我说台湾还有凯迪拉克 我小时候常看到凯迪拉克 以前很气派 现在台湾没有人买美国车 你说你要不要买美国车 那我不要 全世界人一提到美国车都这样 美国人自己跟我讲说 我们的车实在很烂 真的不如这个日本车 尤其不如欧洲车 大陆居然还在封凯迪拉克 还喜欢这个别克 Buick 这种大车 真的是很给美国面子 所以事实上 这些美国大企业在中国也是赚的 满坑满坑的 对不对 那大陆只是说我从大局出发 不要搞得 就是说商人也商急 对就是说 己所不亦无私一人 对不对 那我商人商急事我也不必做 所以基本上还是坚持一个大家开放贸易 大家要维持这种公平竞争的 这样子一个基本性 我觉得对大陆目前是有利的 第二个就是说 美国现在这样做 对他自己有没有害 绝对有害 美国这个也不卖 那个也不卖 他卖谁啊 世界第一大市场在哪里 谁要买 对啊谁要买你 其实你看今天他这个晶片 的这种 看起来好像雷厉风行 砍那个砍这个砍那个砍这个 其实他有几个大的 他也没有砍 基本上这种高端晶片 大部分用在手机 现在全世界的前五大手机 有三个是中国大陆 小米 Vivo 还有一个 这三个厂牌 在世界市占率都起来了 OPPO 你把华为打掉了 对不对OPPO 小米 这个 Vivo 都起来了 那这些是不是需要高端晶片 当然也是啊 对 那美国有没有进行这三个公司 没有 可见美国也是抓小放大 没有抓大放小 那基本上的话 这三个 为什么不 为什么不把它列入到 当然它的背景 本来是纯商业的 可是问题就是说 你真的把这个三个公司 也给它打垮的时候 你美国的晶片业啊 你美国的这些制造晶片产业 也受重创 所以美国的下手 其实也是考量 他事实上实力不足 你要过去的话 他就统统给你封杀了 现在你敢封杀吗 你封杀450家公司 对不对 或者500家公司 中国大概500家公司 可是这可能是你 美国销售到中国的晶片量 或外面销到中国 可能不占百 这450家 可能不到10% 大比的都还在那个地方 所以美国也没有办法 认真地执行 他的这个 第三个就是第三个国家 第三者的参与 参与问题 那今天的特拉斯是 事实上他只是动张嘴了 他根本没有实力来制裁中国 他这个华为的5G 光这个5G 他转换一个系统 他损失数十亿英镑 这个钱当时 Johnson的时候 就跟美国人讲说 这个钱谁出 美国说要给他一点 没有用 后来没有 后来没有 我自己买单 配合你的政策 英国因为这个国家 迷恋于所谓的 跟美国的特别关系 特殊关系 事实上他也从美国那边 还是捞到很多好处了 所以还是跟着美国走 那你今天叫韩国 跟你美国走 那你海力士呢 1000亿美金的 在大陆1000美金的投资 他就不要了吗 三星在大陆 大量的投资就不要了吗 所以这些国家表面上 还没有跟你完全翻脸 私底下一直在跟你 跟你讨价还价 那所以这个部分 我觉得美国的这个全面性的 这样子都跟中国大陆开战 事实上也不是我们想象的 就那么简单 那我认为中国大陆会 基本上就是说红线你不要踩 你美国不要踩红线 所以事实上在经贸战的部分 你也看得出来 习近平并没有把它当做一个重点 而倒是台湾问题当做一个大重点 基本上就把你外国人明确讲出来了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中国大陆还是一个全球性 做生意 中国人做生意就是以和为贵 有钱大价赚 这是一个 这个是几千年的一个传统 我们也没有殖民 我们也没有殖民 也没有发展帝国的思想 也没有剥削的思想 一向是怎么样 公平交易 对不对 而且不去管人家脑袋里装什么 你意识形态是你的意识形态 对不对 能者 这叫什么 和而不同 我可以跟你和 可是我不见得要跟你同 这个思想是从孔子而来 中国人就是和而不同 对不对 我可以跟你和平相处 我可以跟你混在一起 每天在 可是并不表示 我一定要把你脑袋里的东西 跟我装的一样 我才能和 这是很了不起的哲学思想 这个世界需要这种哲学思想 那所以就是说 这种情况之下 我觉得就是说 如果说 今天我听了习近平讲一句话 我觉得很重要 有足够的战略定律 战略定律就是说 别人犯错 并不表示你要跟着犯错 这就是战略定律 战略定律 我该做的事我就做 我不该做的事 你再引诱我做我也不做 对不对 我不会因为你的错误 而让我自己也走错脚步 这就是战略定律 所以有这样的认知的话 我觉得 如果照这个目前的 东西双方的这个竞争 再加上俄乌战争的催化的话 我认为东升西降 是在加速进行 对不对 不露提宁 跑到清洋 区路灯 走到脚步 走到无时候 就这样 你拿过水 来 你趁心 我天下 你 还没 我